简单来说,经营书店有100个赔钱的理由,但是找不到一个赚钱的模式,就是现在成品书店的一个挑战。 12月4号,在台北举行的2019成品年度阅读报告公布活动上,成品董事长吴明杰对于成品书店所面临的挑战做出如上表示。 成品书店于1989年在台北创办,初期以贩售艺术人文方面书籍为主,后转型为综合型书店。 如今30年过去,在互联网时代的大背景下,互联网阅读成为流行趋势,实体书店受到很大冲击。 现在的我就必须要用自己的眼光,自己的心,和我们的团队共同去面对这样的一个挑战。 吴明杰说,他很希望有一天,成品书店不需要依靠亏损来证明自己的理念。 而为了书店不亏损,这些年间,成品书店逐渐从原先的一家艺术书店转型为涵盖书店、画廊、展演等文化活动为基础的综合平台。 对我来说,其实书店它像是一颗北极星,或者是我们站在这里的时候,它对我来说它像是一个圆形,它像是身体的重型。 我以它为圆形定住,去开始尝试化其他不同的圆,或伸展不同的姿势。 然后所有的这些作为,都是希望能够让成品书店能够健康地持续地成长,跟好好地活下去。 尽管受到互联网经济的冲击,吴明杰说,他从来不怀疑成品书店存在的价值,一直明白阅读对于人们的意义。 为此,他希望成品书店可以成为一个让人体会到美的场所。 在成品书店里面,或者是所有跟阅读相关的这些活动里面,其实接下来,我想我们成品书店所有团队们的一个挑战,都是怎么样子把这份难以定义的,没有办法描述的,这样的一个美,希望能够传达跟分享到。 2019年,成品书店首次走出华人社会,在日本东京开店。 如今,迈入而历之年的成品书店开始进行新的尝试,而其中的每一步尝试,对于成品书店,对于吴明杰来说,都是一次重要的考试。 我心中对于未来要前进的方向,其实我没有任何的悬念,但是到底该怎么样子抵达那一端和彼岸, 其实我的内心就是战战兢兢。